一部90年代的科幻片 由于画面过于害人成为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甚至需要删减30分钟才可以呈现 精致的画面结合对科学的幻想 使它成为了一部难以超越的经典 在2035年月球基地的建成 从此人类的太空科技开始快速发展 逐渐放眼整个太阳系 经过20年的不断努力 建造了一艘名为领域号的太空飞船 前往太阳系边缘探查 结果当飞船经过海王星时 却毫无征兆地离奇消失 人类花费数年时间寻找依然音讯全无 就当大家逐渐将这件事淡忘时 禁地空间站突然收到领域的信号 里面夹杂着凄惨的求救声 为了解开飞船消失七年的谜团 人类再次驾驶侠探查 此次任务包含了各个领域的工程师 其中维尔更是引擎方面的佼佼者 不只研制出先进的趋率引擎 同时已经将它应用在领域号上 经过56天的飞行 飞船来到了海王星附近 然而就在调整方向时 前方突然出现强烈气流 整个飞船不受控制的被吸了进去 眼看就要与领域号撞击 幸运的是很快便穿出了云层 立刻打开反推装置避开撞击 初次见面便给众人留下深刻的见面领 可知接下来他们只会更加凶险 带到众人缓过神来 驾驶飞船对领域号进行逐层探测 结果发现内部不止含有辐射 同时气温极低根本不可能有人存活 但令人惊奇的是 生物检测却发现舱内含有大量生命活动 爱丽尝试与对方联系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忆 如今只能派人前去一探究竟 接着便放出连郎与领域号进行对接 舰长带着两名工程师穿戴好装备 通过连郎接近了领域号飞船 成功打开了尘封七年的舱门 结果里面正如探测的一样 半空漂浮着大量的冰晶 经过商议三人决定分头行动 此时的医生来到驾驶舱 荒废的舱内到处充满着诡异 就当他奋力取出飞行日志时 一具曾经船员的遗骸漂浮在众人面前 仿佛生前遭受了动物的袭击 正当大家感到好奇时 舰长这边的脚下却发现许多炸弹 设计师维尔只好解释 当飞船遇到紧急情况时 可以把炸弹引爆将舱体一分为二 船员可以驾驶一段舱体逃生 这也是心领域号设计的精妙之处 与此同时 迈克打开了动力舱的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旋转的通道 运行的呼啸声仿佛自己置身在地心深处 冰冷的恐惧感充斥着整个身体 直到通道的尽头 一颗旋转的推进器出现在他的面前 眼前旋转的球体 正是人类建造的引力推进器 令人奇怪的是 当迈克出现 整个推进器突然停止转动 接着表面的圆盘开始向下塌陷 向外发出耀眼的白光 同时侠侣号飞船也失去了信号 根本无法与迈克取得联系 带到强光退去 引力推动器却变成了漆黑的镜子 胆大的迈克突然伸手触碰 泛起的连衣瞬间将它吸了进去 直到连接的缆绳释放数百米 这时黑洞内释放出一股强大的冲击波 很快从动力舱蔓延至整个飞船 但令人惊奇的是 领域号的动力舱完好无损 赶来救援的船员奋力地将迈克拉了回来 而舱外与之连接的侠侣号却受损严重 舱外直接裂开数米长的口子 眼看氧气快速流失根本来不及维修 众人只好向领域号转移 待到一切平静后 被救出来的迈克早已昏迷不醒 没人知道他在里面经历了什么 可眼前大家还要面临新的问题 领域号的氧气只能维持17个小时 当下需要即刻对侠侣号进行修理 否则大家都要留在这 结果就当大家分头行动时 诡异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 先是检查动力舱的舰长 突然看到已经死去的队友 同时博士在修理动力模块的时候 遇到了已亡顾的妻子 虽然大家看到的景象各有不同 但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便是深藏在心底不愿提及的回忆 对此博士认为舱内的二氧化碳过高 这是大家所产生的幻觉 可所有人对此并不认可 那些景象都是真真切切 认为所有诡异的事都是引力推动其导致 面对重重压力博士只好惨言 飞船的核心装置是通过改变圆环的排列 可以形成跳跃空间的黑洞 通过黑洞扭曲的时空 飞船可以瞬间到达数十万光年外的地方 所以它只提供动力 根本不会让大家产生幻觉 可舰长对于博士的解释非常不满 认为他只是在推脱自己的责任 同时艾莉有了新的发现 探测到飞船上的生命体越来越活跃 这应该与大家出现的幻觉有关 猜测飞船已经有了生命 人类的到来触发了它的防御机制 正当二人对此争论不下时 离奇的事件再次发生 海王星的上空停靠着一艘人类飞船 里面诡异的事情却接连发生 船员探查黑镜遭遇意外 导致失去意识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结果下一秒便消失不见 接着紧闭的舱门传来撞击声 吓得所有人乱作一团 只有博士却异常的淡定 甚至受到了某种召唤般起身 想要打开舱门 好在艾莉上前及时制止 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气密舱突然传来警报声 众人急忙前去查看 发现居然是一直昏迷的麦克 没有穿戴任何防护 却把自己反锁在舱内 舱外的舰长知道后火速救援 结果麦克就像被神秘物质操控一般 选择启动了舱门 瞬间增加的压力让他痛苦万分 好在飘出舱门的一刹那 赶回的舰长一把将他拖回了舱内 虽然成功地将他救回 可眼前还无法医治 只能将他放入休眠舱等待返回地球 接二连三的事件闹得大家人心惶惶 这时舱外传来好消息 侠旅号飞船已经修理完成 舰长也不顾博士反对 下令让大家立刻返回侠旅号 此时需要将动力舱的二氧化碳吸收器回收 结果没走几步的医生再度进入幻象 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引擎处一闪而过 明知道这是一个幻觉 可作为母亲的他还是追了过去 结果一脚踩空不慎从高处坠下 赶来的博士发现早已死去的医生 同时也进入了幻觉之中 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自已身亡 这也是他心中多年无法扫去的阴霾 痛苦的他甚至挖去了双眼 随后就像没有了灵魂一般 在侠侣号上安装了炸弹 带到发现时早已为时已晚 随着一声巨响 返回地球的希望也跟着一同破碎 舱外检修的哈德同时也被气流甩进了太空 眼看队友接二连三的遇害 舰长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拿起武器准备找到博士硬钢 扶起被炸晕的艾力钢要离开 结果博士突然出现在驾驶舱 虽然眼睛没有了 但丝毫不影响他的势力 此时的博士坦白的领域号消失七年的秘密 原来当初领域号进入了引擎制造的黑洞 结果在空间跳跃时 意外打破了多重宇宙间的平衡 带着船员进入到另一个宇宙中 这里连接着通往黑暗的世界大门 同时赋予他们发现梦魇的能力 让所有船员相互残杀 这也导致了30分钟的画面被删减 被赋予生命的领域号再度返回 打算带着大家一同前往那个世界 这时被炸到外太空的哈德成功自救 回到飞船附近打算阻止 听到动静的博士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 结果一下击穿了飞船的闲窗 瞬间的施压直接将博士吸了出去 而舰长凭借坚强的意志 带着艾力成功躲过一劫 随着舱门被关闭 舰长想到了飞船的设计结构 只要炸掉飞船之间的连狼 便可以驾驶船头逃走 让哈德与艾力向地球发送求救信号 自己前去连狼把所有设备启动 就当一切准备就绪时 飞船再度幻化出昔日队友 释放一团火焰将舰长逼进动力舱 自知逃生无望 舰长只能按下了引爆装置 巨大的爆炸瞬间将领域号一分为二 此时通往黑暗世界的通道已经打开 剩下的船尾也被吸进了漩涡中 直到72天后 救援队登上了断掉半截的领域号 可当获救的艾力转过头 却再次看到博士的那张脸 吓得艾力几乎崩溃 结果一切只是他的幻觉 可谁又知道这是不是一次新的梦魇